我们先打开我们手机的微信 微信打开后呢 我们再选择右下方的我点进去 好 点进后呢 我们再点击设置 好 设置点进来后 我们再点击这边那个通用 好 通用点进来后 我们能看到一个照片和视频的选项 我们点击进去 好 点进来后 我们能看到 就里面的话 一个照片跟一个视频 它墓园的话都是开启的 我们把它关掉 因为这个的话 像平常我们在微信里 发一些图片或视频的话 它都会自动的保存到我们的手机里 像一些有用没用的都会保存 所以说我们尽量还把这个关掉 关掉后它就不会再自动的 就是说 你平常聊天啊 微信那些图片或视频 它就不会再自动的保存 所以说 像视频跟照片的内存是占得非常大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挑一些有用的再保存 好 这个关好后 然后我们再退出 再后退 后退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 既然有一个通用 继续点进来后 这边是有一个清理微信存储空间的 我们点进去 好 点进去后 然后它会自动的一个 就是搜索一些 就是微信的一些 就是占的一些空间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看的话已经清理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顶记 我们那个微信 清理微信存储空间 我们点进去的话 可以把一些就 我们微信上的一些 占的内存表 带一些聊天记录啦 或者说 没用的一些图片啊 或者都可以删掉 比如这个可以勾选好 勾选好 然后点进右下方的一个删除 就可以删掉了 所以经过这两个附货 整体的一个 就是微信的一个内存啊 基本清理的差不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到时候用下手机 然后发现手机比以前流畅了很多很多 大家可以试一下